嘿 請坐 所以我剛剛提醒各位 你碰到美國人也好 你碰到住在美國50州的 華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你跟他們談 我們 這個所謂聯合論述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未來的發展 他沒有看過這個新台灣論 或是其他那幾本書 他可能不是很容易了解 甚至於他會有很多誤解 我剛剛說到幾個誤解 什麼誤解 喔 他們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no 我們不是這個 喔 他們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州 no 我們不是這個 好 好 我們先談一段美國歷史 美國當初 1776年7月4號在費城 我大學在費城 他有一個會議廳 他們在那裡很多人簽署 獨立宣言 那 簽署獨立宣言 並不是表示美國已經獨立 而是只是 表示我們有這個 意圖耶 接下來就是跟英國戰爭 啊 真正要談獨立是 1784年元月14號 英國 所簽署那個巴黎條約生效 他承認 這13個殖民地 英國的殖民地就變成 一個國家 承認他的 主權獨立情形 那是叫1784年元月14 那 1776年7月4號 我們現在 慶祝為美國的什麼國慶 這個 就是歷史上的那種獨立精神 在發展獨立精神 好我們看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跟英國 宣布要一到兩段 啊 啊那個時候 只有馬 馬車 沒有今天 美國那個時候沒有高鐵 沒有火車 沒有汽車 啊 他 每個鎮會有一個廣場 啊可能有一個鐘 人家搖搖 啊可能 有一個人就像這裡你有鎮長 他們 他們有一個人專門就是得到消息去邀那個鐘 然後他就 像電影裡面我們看到了 英國人來了 英國人來了 啊這個時候 男人就是要拿著槍 牽著他的馬 然後集合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 他們後來就叫做民兵 就是這些人民都是兵嘛 啊他住在家裡 OK 所以大部分 大部分那個時候剛開始的時候住在家裡 就算到外面去 遠地方去 他也是帶著自己的馬 他也是帶著自己的槍 啊如果哪一天回到家 就回到 回到他的家裡 他的槍放進去 他的馬放到他的 馬射 所以美國有這段歷史 所以美國憲法第二條就說 人人 擁有槍支的權利 他是這樣來的 不要忘記這個歷史背景 不要忘記這個歷史背景 台灣有沒有這段歷史 沒有 所以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到第十條 他們稱為 人權法典 就是人權憲章 這十條 OK 啊第二條不是就是說 人人有 擁有槍支的權利 我的天啊 那這樣你進入美國系統以後 是不是台灣每個人可以擁有槍 啊反正法保障是不是 所以 你不探討一點 美國憲法對海外領土的管轄 是怎麼運用 當然也沒辦法去了解 我們的這個 所謂聯合論述 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因為 我剛講的那個美國西班牙戰爭 也就是1898年 以後 美國得了 名正言順 波羅里克 三個海外領土 還暫時得了古巴 因為古巴有西班牙放棄 沒有制定給誰 他還是停留在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政府管轄下有幾年了 所以他在管理這幾個地方 所以他慢慢發展 美國慢慢發展 他的憲法體系 怎麼樣去管理海外領土 這個時候就開始 有這樣的法律發展 那這樣的法律發展怎麼開始 就譬如說波羅里克 波羅里克 他在西班牙的管轄之下 歷史上 波羅里克人民長期上 就是有抗稅活動 抗稅 一直在抗稅 西班牙的稅他覺得太高了 特別是什麼那個進口稅 什麼出口稅 好那美國法有規定 美國經驗所有的這個稅是一致的 嗯 那我們看 波羅里克 如果拿入美國系統 是不是他也是一樣的 我們去看看 結果一看 美國的稅比原來西班牙的稅 高很多 所以明明行不通 是完全行不通 所以 就劃分一個美國 呃 美國 關稅區域 內外 所以波羅里克就劃分到美國關稅區域外 以外 OK 因為歷史因素沒有辦法 所以就變成 慢慢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到今天為止 其實波羅里克 那個人的人民的那個生活素質 什麼都已經拉高了 所以今天美國的關稅區域 去了50周以外 還有波羅里克 其他 都是屬於 關稅區域以外的 所以像關稅 他有自己的稅制 怕不受美國聯邦風扶的那個稅制的那個約束 關稅離我們比較近 對不對 菲律賓已經獨立了 對不對 那還有 除了關稅海外還有什麼 關稅還有 美蘇沙摩爾 那關稅附近有那個 馬里安娜純島 對不對 那還有 波羅里克跟 跟維京純島 維京純島 本來是屬於丹麥的 1917年美國 用什麼2500萬 跟他購買過來 OK 所以領土的主權 可不可以購買 可以 領土主權 國家可以購買 你個人當然不可以 OK 所以有這些情形 所以現在五個家 台灣進去有六個 所以 看這個 我們這裡 六個州 也是代表六個海外領土 美國有六個海外領土 台灣 有六個州 高雄 跟澎湖已經 合併了另外一個原住民州 另外台北台中 台南 伊華東這樣 OK 所以這個六意思有兩種 OK 那 這個就是有關稅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發展 然後 陸陸續續 其他的案子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就做一些相關判決 他把釐清 像美國有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 大法官認為是一個程序問題 在海外領土 不保障這樣的一個作業方式 所以 所以 基本上就是海外領土沒有 沒有說什麼憲法保障陪審團的那個制度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 你當地的法律都把它定下來 但是美國憲法 對海外領土的管理 沒有 沒有一定 有這條 那強制也是一樣 強制是因為美國的歷史的 特殊情況而發展到第二條的那種保障 那像台灣沒有這種歷史 除了一些原住民本來有用一些武器 來打獵以外 台灣人一般都沒有說家裡擁有槍支 所以 這個不會改變 OK 另外當然 獨立關稅區 獨立關稅區應該是關自己的稅 不受美國聯邦稅的那個 那我們進口出口應該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去處理 所以 相當於一個 自治區 self governing overseas territory 自治區 自治區在美國的那個管轄局下 那比較基本的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到第十條 比較能一定要求的就是那個 第五條 第五條的 生命 自由 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 所以 這幾個可以要求 這幾個是一定要給的 property 所以就算你 你沒收那個property 沒收那個財產或是房地產之類的 你也要有一個正當的法律程序 嗯 這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學習 我們有無視周 我們可以學習他過去的經驗 啊如果他有什麼地方我們覺得不好 那我們就作為一個提醒嘛 如果他曾經發展 什麼樣的東西不好 我們作為一個提醒 我們不必 重新犯他的那個錯誤 我們就可以走自己的路 但是我們有很多前見可以參考 對不對 啊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 就像那個 加州 每一周有他的憲法 那加州憲法就有很多 類似公投 的那個 那個條文 所以加州一天到晚在什麼公投 啊什麼 要不要什麼 禮拜天就是不取締 違規停車 呃送去公投 啊要不要 You know 幾月幾號 慶祝 什麼什麼 歷史上 什麼小人物 送去公投 然後要不要怎麼樣 很多很多案子 就送去公投 所以他們這方面 我們也可以參考 加州憲法怎麼寫 我們如果要這樣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送過來 我是覺得 公投的項目 台灣 搞選舉花好多錢 要搞個公投很簡單 放在稅單的下面 打勾啊 啊你有繳稅 你才有表示意見的 權利嘛 你沒有繳稅 這麼多意見幹嘛 對不對 不合理啊 你繳稅才表示意見 我們可以把公投幾個題目 就放在那裡 不要成本 就可以舉辦公投 我覺得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提倡 拿稅公投 我們有很多 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參考 美國怎麼做 覺得他 覺得他做得不好 我們提出更好的做法 那我們要跟他協調 比如說美國農業部 覺得他有一些很好的政策 那乾脆要他設立一個分處在台灣 我想那個 中央什麼疾病管制 那個一定要他馬上在台灣設一個 分子機構對不對 他設那個分子機構 那我們有什麼疾病 各方面我們就 因為 台灣叫你說台灣要在聯合國發表的意見 還是要請過美國的那個 聯合國代表 我們給他 看有沒有機會幫我們提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一些基本的情形 你碰到 住在美國的華人 台灣人 本地美國人 所有的這些人 他如果知道一點 知道一點美國歷史文化法理 他馬上就開始說 那你美國憲法 在台灣的運用 那馬上每個人有牆 其實 就是 我在大學有學過那個 犯罪學 我們學犯罪學 他做很多有趣的研究 那些學者 寫那個教科書 有的學者專門下去 研究有沒有一個社會沒有犯罪的 其實歷史上你會 追溯到羅馬時代什麼什麼都有犯罪 但是曾經也有幾個社會沒有犯罪 完全沒有犯罪 是不是我們要學習 那些社會都有一些特色 有一種是什麼 我們英文叫做company town OK 這個town 譬如說 像加拿大有一些偏僻的地方 它有一個礦 住在這裡的人 所有的人 都是在這個公司做事 行政 礦工 運輸 所有的都是這些 常常那些地方沒有犯罪 完全沒有犯罪 因為可見他有很好的相信力有沒有 所有的人就是在那裡受僱 所以他們 那種東西 很不容易模仿 那另外一種 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站 有一些地方 是每個人都有槍 所以你要去銀行 你要搶銀行 開玩笑不要命啊 每一個排隊的都有槍 後面都有槍 你去跟小姐說 好吧錢給我 你馬上有四十個槍 面對著你的頭 以前電視上 我看電視上有一部電影也是 也是這樣 這兩個 有兩個混混 她想 欸 我們跑到一個 一個什麼地方我們去 隨便離家裡幾百 幾百公里以外 我們一個小店 就隨便去搶一個酒吧 或什麼就可以有錢 她不知道她去的那一州 還有那一鎮 是每個人都有槍 所以她進入那個酒吧 很多人在 在喝酒 然後她拿著三單槍 拿出來 然後另外說 好錢都給我 馬上五十個槍 面對她 要開槍 馬上開啊 趕快開啊 馬上五十個槍 所以那個地方沒有犯罪 不過 一般這個方式啊 很多人不願意學習 因為總有一些 不良分子會 會用這個來 還是有 趁機來偷來搶 所以一般就是 槍要有一個什麼管制 所以每次你打開 你也打開這些報紙 有一些人亂開槍 在哪裡 在哪裡 我們還是覺得槍應該有所管制嘛 所以台灣什麼樣的方式都是 在美國管下體系 不太可能會改變 這個地方你要 你要了解 你想跟別人談談 我們將來走的什麼樣的路 那我們跟 我們當時可以跟美國有那種 什麼優惠關稅協議對不對 那如果 還有 我知道現在消息喔 美國要什麼更新台灣的這些 飛機要做什麼 其實我知道美國很多 他們做決定 但是那 那些決定 我相信那個是 那個是戰士的一種做法 我看過美國的一些大公司 他剛印好 這個分公司的 什麼性質信封啊 什麼剛購買家具啊 什麼那些就像這樣一個大樓 然後過一個禮拜就宣布這個 這個大樓就結束營業 一個也有啊 所以我想 如果我們開始發身份證 把台灣的地位釐清 那有的這些事情就會 就會有所改變 因為 現在感覺到好像 美國的那個行政部門 其實他有不同的力量在拉扯 不同的力量 那我們是一股力量 啊等到我們 出來的時候 那會影響別的 但是我們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埋在下面的時候 我們就像一個 一個一粒種子對不對 我們還是快從那個 突然快要奔出來 但是還沒有出來 等到我們出來的時候 那就事情就改變 但是他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們還是做他們的作業方式 這個沒辦法 我們就等到我們真的成 完全氣候 那這個應該是在 我們開始發身份證的時候 因為美國如果要給我們 不用去面談 甚至於說不用簽證 這些所有的優惠 那他必須有個宣布啊 要不然協會知道 對不對 在台協會也必須了解 其實 你到世界上 任何一個美國大使館 你就可以申請 美國的什麼簽證啊 所以他必須通知 所有的大使館 將來 持有台灣這個 民政府的身份證 啊他的 到美國的簽證 怎麼處理 他必須做一個正式的宣布啊 在網路上所有的資料 他必須寫出來 要不然別人也不知道啊 美國很多那個規定都是透明的 你民間可以看 你官員可以看 都是看同一個東西 美國大部分那個 移民的那些規定 都是非常透明的 當然後續他運用的時候 有一點 有一點自己的判斷在裡面 就像以前 美國不是有 有一個 有一個台灣人他去那個 美國 其實簽證是什麼意思 簽證是說 我可以到你的港口 或是你的海關 我可以 來到這裡然後 等於說 請讓我進去這樣 其實簽證的意思是這樣 簽證的意思 不是真的說 百分之百給你進去 而是說 我起碼可以到達你的門口 然後 我就在這裡 最後的檢查 然後請讓我進去 所以有個台灣人去美國 然後 他就觀光嘛 然後他到究竟是哪一個機場 他就說 那你的行李嗎 他說我行李這些 一百多件 啊美國海關就說 那不行 因為 沒有人觀光帶著一百件行李 在他的認知裡面 觀光是非移民 你一百件行李是移民 他的認知是這樣 當然 或許台灣人就是帶著很多東西要 要 要販售還是送給別人或是怎麼樣 但是 在他的認知不是這樣 美國的是移民非移民 那你這樣的話 你有強烈移民的那個意圖啊 所以 應該是 不行 所以他就拒絕他的入境 這個也是 也是合理的 你也沒有辦法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將來 我們拿了民政府的身份證 他給我們什麼樣的優惠 當然他必須做一個正式的宣布 這些人 那如果我們要必要有 補充限制 那補充的說明 我們民政府也要 也要提倡 對不對 或是如果我們有開什麼 出國前英語訓練 說不定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講這些 而且我們給美國做一個 接近 因為基本上美國沒有身份證 他發的是駕駛執照 那如果你沒有駕駛執照 也沒有犯法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那個 境內的非法移民問題這麼嚴重 因為大家沒有證件 你能問一個人說我看你的證件嗎 他說我沒有證件 你要怎麼樣 有的時候沒辦法 啊什麼社會福利號嗎 什麼那些 本國人外國人都可以申請 所以 我們用這個方法 台灣一直有身份證 因為我們台灣 離中國的那個海峽 一小小短距離 其實就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太多那個華人 他拿台灣護照 然後他去美國然後就消失了 因為美國境內沒有很好的控制系統 警察不好查 或是那些人根本就是跑地下的嘛 所以沒有出來沒有走在街上 你就看不到你抓不到 可能他做什麼真正的地下工廠 或是就是說 他在工廠裡面完全不出來 那有時候都找不到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拿台灣的護照 當然有這個集團啊 這個集團譬如說這位先生 拿他的照片 他是中國人 我拿他的照片 我在台灣找他找 我大概都找得到很像的嘛 那我就跟 我叫到這個人 我說欸 你要不要出國 那個人說不用啊 好那你申請護照你給我 我給你多少錢 這樣就有了 他是那個 那個護照算是假的嗎 那算是真的 但是他還是假的 因為不是他本人 對不對 所以美國也在防止這個情形 就是這個情形太多 一方面有人真的製作假的 中華民國護照 另一方面是用這種 方式來 來混的 所以美國 為了防止這些人 他也是想 跟民政府合作 那將來 他可能限制那些護照 就限制的更嚴 啊這樣也好 所以你現在 就是這個問題 台灣的地位已經升了 台灣人的國際形象已經升了 但是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 這個中國這個地方 這個北京政權 這些人的地位還是低 為什麼他還是低 因為他還屬於 跳機階段 他到日本什麼都跳機啊 就留下來 留學生在日本 很多就 讀完書就消失啊 找不到啊 就是 逾期啊 逾期居留 逾期停留 所以他在移民單位 他的形象很差 啊 台灣人的形象 好啊 台灣人很少做這個情形 因為台灣發展 或是他有其他的工作機會 他不需要做非法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你護照上還是寫China 對不對 那你護照寫China 你以為每一個移民官懂那麼多 他看到China就是China嘛 對不對 所以你那個 自由時報等好幾次人家拿 Republic of China那個護照 就是碰到很多問題嘛 所以這個 這個問題 這個當然就是 或是就 就算你今天要換那個護照 你要多少年對不對 一個護照 效期十年 那如果今天你怎麼樣換 中華民國那個護照的方面 也是十年才 換得到是不是 這個太慢 所以我們民政府就發台灣 將來會發台灣的護照 台灣政府護照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不一樣 那這樣他對那個中華民國的護照 就可以 有適當的限制 對不對 他有什麼樣的限制 或是 我們民政府做 那個 橡皮章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做 五萬個橡皮章 就寫英文去 流亡政府 我們給全世界所有的海關 啊你看他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就 裡面蒙 蒙錯有沒有 流亡政府 欸 這樣好 對不對 啊這樣就 可以分嘛 嗯 然後 台灣 台灣的護照 好 我們 可能 最後一頁我們印上一句 美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欸 不要大家搞錯 對不對 因為現在都是爭 誰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說 喔台灣美國的佔領地 第二美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哇這樣就講清楚 對不對 誰是流亡政府 誰個有 誰沒有主權 誰有主權 就分得很清楚 這個在國際上就是要 要把它弄清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其實 我也是一直在鼓勵 像 原住民 或是 其實 其他州 台灣有六個州 這些州民 也應該 就是說 他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將來 如果進入美國系統以後 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要提出來 他們 應該盡量提出來 啊我們才能 才能做一個 一個了解 我們要怎麼做 我覺得 美國 的 一部分基本精神是說 人家 在 很努力的去 賺錢 我們應該盡量想辦法 讓他去賺 啊不要限制 限制 必須有個正當的那個目的 必須有正當的目的 那 如果說 我們到公園 有人家在那裡 教你按摩 那我請問你 美國有沒有哪一個公園 人家要給你按摩 沒有 美國50州裡面 沒有 沒有一個公園 人家給你按摩 人家都怎麼樣 他都到 老公局排隊領救濟金 但是台灣有人 沒有到老公局排隊領救濟金 他反而 到公園去 試著去謀生 他做按摩 那這個要 要抵制還是要鼓勵 我覺得要鼓勵 這個絕對要鼓勵 那鼓勵的同時 我們收一點稅 這樣就好了 這個才是正確的做法 他試著去 幫助他自己 他試著去提升自己 的經濟情況 我們你要給他鼓勵對不對 不要限制什麼 什麼太多 那目前 也在台灣 因為我作為 長期 我作為外國人 我知道對外國人的限制太多了 非常多 我是覺得這些也都要開放 要教英文 讓他去教 我只管 收稅 我們要收一點稅 這些人有沒有報稅 所以警察 警察去補習班 不是看那些 喔這個人是違法 這個人是違法 沒有 他是看有沒有登記 有沒有交稅 我只要管這個 其他的我不要管 老闆要請什麼人來教 一個禮拜幾個小時 你高興就好了 反正如果這個人的教學品質不好 他也沒辦法長期在這裡教 他也沒辦法長期在這裡教 一定有家長要求他走了 一定有學生要求他走了 你不知道 台灣管外國人的那個就業情形教書 就業服務法 大概是1992年民國81年生效 他太多情形沒有考慮到 因為那個立委都是黑箱作業 他也不去了解 也不開公廳會來爭取意見 什麼都沒有 在這個以前 我在補習班教書 我以前在南京東路 宜通街 什麼 在那個小補習班 教書 那個補習班 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老師 我隔壁班有小女生啊 不起眼啊 叫做什麼 和家人 他的隔壁班教 也沒什麼 也沒有人提到他說 他的教學多好 今天你看全台灣都是和家人 有沒有 都是他 他認識一個台灣人 那個台灣人姓朱嘛 他們這個朱先生結婚 後來他很有經營頭腦 他就 到去弄那個補習班 弄得很好 當初啊 比和家人 教得更好的太多了 那太多了 我們補習班 還有 我們最好的明星老師 是一個什麼人 是一個法國人 他的教學是 叫好叫做 他到教師節 必須租一部卡車耶 這麼多禮物送來的 我大概沒有什麼禮物 他要租卡車把那些東西拿回去 我不騙你 學生很喜歡他的教學 連救生都會回來 給他送他 教師節禮物 就業服務法 一旦生效 這個人明星老師 走路 沒有工作 為什麼 因為就業服務法規定 你必須是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才有資格在台灣教英文 所以 紐西蘭 南非 澳洲 英國 美國加拿大這些 你是這個級 國級的級 你才能在台灣 而且還要大學畢業 這個條件你才能教書 所以這個法國人 教英文 可以把那個很複雜的文法分析 給那個台灣的小朋友聽 他們聽得懂 欸 美國人徒生徒長 不一定解釋的文法得很好欸 他會而已 要他解釋 不一定啊 這個法國人 是你所說的過來人 他本來從小講法文 後來講到英文的時候 是對他外語 外國語文 他必須重新學習 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外國學生學英文 困難在哪裡 所以他弄得很好 他這個外國老師 就業服務法通過以後 沒有工作 這個合理嗎 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其實什麼事情都可以申請 另外處理 法律應該每一條都有說 可以申請什麼什麼委員會 另外處理 就像最低薪資 最低薪資 是多少多少 特殊情形 另外申請 所以 這樣的話才不會有什麼人 跳出來說 喔 這個團體 在 在聘雇智障學生 讓我壓榨他們 因為沒有給他們 基本薪資 而實際上 像麵包工廠 用這個 智障的學生 家長很高興 因為他終於有 something to do 他可以做個什麼東西 但是 老闆就是說 別人一個上午 可以做兩百個饅頭 這個人做兩個 我怎麼給他最低薪資 我只能他在旁邊幫忙而已啊 可能要很久他才跟得上 所以 他又少少地 他又做一點饅頭 他又 扛麵粉過來 麵粉過去 就這樣 給他一點點錢 不多 還要有人在旁邊監督耶 那那個 那個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有人可以說 我可以去監督啊 問題是 又有 又有市議員或是 立法委員跳出來說 喔 你壓榨他 沒有給罪極心智 這個就是 法律設計不周全 美國沒有這種情形 沒有頭腦耶 你法律有個 另外處理的 的那個條文 但書啊 他可以另外申請 OK 這種情形 我打算來多少多少 核准就OK了 這樣就好囉 很多事情可以做一個 糾纏的安排 對不對 就像這個法國人教英文 OK 他有多少的 教學經驗 不管在台灣境內 在台灣境外 他有多少的教學經驗 然後他有什麼什麼文件 讓他教啊 合理啊 對不對 不要把什麼事情限制了那麼多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他在那裡開發的那個 英文 那個教學 接下來布希班成長 也有很多本地台灣人 因而有就業機會 秘書 會計 櫃台 很多 因為他的教學而得到好處 所以這個不要限制那麼多 台灣就是想限制 限制 再限制 我非常不合理 應該 應該開放為原則 限制為例外 對不對 當然 這個 所謂 這個 1949年過來 這個華人跟他的後裔 那個應該是限制為原則 開放為例外 對不對 因為就是說 鼓勵他們說 你不喜歡這裡 你可以回去喔 對不對 對不對 胡錦濤在等著你啊 不是說兩岸要 要同意嗎 那你趕快去跟他同意啊 對不對 因為那個 像美國的什麼 上海公務 兩岸 中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跟我們台灣人無關啊 你們要去跟他談什麼 你趕快去喔 我們是不要談的 所以在我們那個公民傳遞法案 有公民有居民 那是分開的 那是有分開的 那是有分開的 他們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他們可能有一些限制 甚至於我 我認為說 他們有 像公民沒有 居留居住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那個居民應該有 居住的要求 就是一年183天以上 你居在這裡 那如果連續三年你沒有 我就你居民證我就取消了 啊將來你跟台灣無關 也不能回覆 拜拜 你既然要離開了 你就徹底走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限制他們那些 因為 問題是你的忠誠問題嘛 而且你本來來這裡 你本來就是 你不是這裡的人 這裡是佔領地耶 不允許你大量移民 這個海鴨公約 日內瓦公約有規定耶 不大量移民進來耶 所以你這樣1949年 你大量過來 那個本身就違法 所以我們可以不 不接受那 那一朝移民過來 我們不接受啊 對不對 所以你這些人原子上應該回去喔 對不對 那其他是我們的大恩大德 願意給你留下來啊 但是將來通過什麼 那個 就是 那個不正當的那種 那種說法 就是說 欸奇怪 你做為公務員 一年 多少錢 啊怎麼會你擔任公務員30年 怎麼會你 你名下財產60億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就 將來就要查 你怎麼有這個錢 那沒有提出正當理由 那個應該充公耶 那個就是那個 不正當 得到這些財產 因為要嘛 就是你紅包 要嘛就是回扣 要嘛就是內線交易 有沒有 應該是這樣子去看 所以 你能解釋得通 OK 他解釋不通 所以 可能 那個會有限制欸 那個會有一些限制 將來什麼陽光法案 可能對 退休的這些官員 可能要 要他們講清楚 而且 而且 其實 你說到美國的基本精神 美國做事情怎麼做 很簡單 對不對 你有 就像說 你有這些東西 你多少天以內 你報出來 就像這樣宣布 你沒有報 那我罰幾倍 所以譬如說 某某以前是將軍 啊你財產幾百億 為什麼那麼多 你有領那麼多薪水嗎 不可能嘛 所以解釋你怎麼來的 你沒有 我們去看 覺得 覺得不通啊 然後你說 如果 你如果跟他是什麼 有親戚關係 你要報 就直接規定下來 你跟他有什麼親戚關係 到第幾級 你都要報 沒有報 那等著我們來 收割 這樣其實 就是 這個很好處理啊 我說就像 我們為什麼今天要談 美國的基本精神 將來在一個政府機關 或是就算你是民眾 你要像 法治與法務部 或是行政院總理 像我們蔡總理 你就是要踢出來 現在有這條法 不合適宜 這條法什麼什麼什麼 應該改為什麼什麼什麼 啊你那些一個一個送上來 啊我們就審核 我們就有道理 我們就把它改 因為在佔領地 經過討論以後 總督就可以 發布新的法令 所以沒有什麼複雜的程序 下面有個參議會 但是可能 其他的機關也在檢討一些 不合乎法理 不符合 現在適宜的 譬如說不符合美國精神 不符合什麼什麼 就把那個拿過來 啊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燭銷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那個六法傳輸 隨便交給小組說 你看看有什麼不對啦 你提出來啊 這個太龐大的 所以基本上把那個體系留下來 但是我們 我們重點是去修正一些不對的地方 而且不斷的在修正 啊這樣慢慢就把它 把它調整過來 一定是這樣做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你想想看 你覺得 這個農地有相關法律不合理 你要想想看怎麼改 都市規劃有什麼不合理 什麼稅款有什麼不合理 種種 我太太有常常跟我講 喔這條不合理 喔那條不合理 哪一天我要有一個隨神的 隨神的一個秘書 我就說我太太講的 你全部寫下來 整理還要給我 因為它動一句 吸一句 我跟不上 對不對 但是到時候這些 我們都可以拿出來檢討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要了解 美國一些基本精神 還有憲法的運用 還有什麼什麼 我們不能主張 喔 美國本土的一些 法律規章 自動用在台灣 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 他是要經過 一個調整 甚至於我們要參考 大法官相關 有關海外領土的判決 是不是他有運動到海外 還是他認為 有其他的 如果我們認為那個制度很好 美國沒有相關的判例 那當然我們可以寫到 我們自己的法律體系 但是這個有時候要一段時間 因為文化背景 種種的不太一樣 對不對 嗯 就算美國有什麼交通方面 很現金的規定 maybe我們要一段時間 才能調整過來 才能實施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做一個參考 我們慢慢弄出自己的一個體系 OK 那 那 這一方面 我們 簡短的兩個小時 介紹一點 美國基本 精神的情形 大概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起立 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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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